看看新闻网 说到这整容啊 一直在娱乐圈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接着我要给各位来看一张照片 你说他到底是谁呢 我觉得有点像这个林志玲 还有一点像这个徐若轩 到底是谁呢 来看一看 这是谁 徐若轩 林志玲 错 这是歌手王心灵 光是这样看或许还没有说服力 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王心灵出道的时候长什么样 不比不知道啊 一比吓一跳啊 王心灵这几年鼻子挺了 下了尖了 连脸都变小了 想必我不说大家也能够猜到了 王心灵这些照片下面出现最多的字眼 就是整容 而除了王心灵之外 前阵子露面的超女基敏家 也因为外貌大变样被扣上了整容的帽子 最近我们的记者就在一次发布会上 见到了基敏家 对 我有爱美之心 其实我觉得整容没有什么没问题 就是如果你们想要去把自己变美丽的话 也可以去做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 嗯 追自己的内在的东西 这个才是最有价值的 又爱美之心又不排斥整容 这么说这名家是承认自己整容了 到底是整过没有整过还是有做过什么 比如说面部的护理 没有整了 对 就准备 对 因为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媒体也问过我 也有很多家医院找过我 因为我这个问题说过很多次了 嗯 你要问我对现在形象满意吗 我对自己现在的形象我觉得还没有就是说 没有达到我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 行了 再见 中科报道